所以不要有男女的性行为 如果你有 那你会觉得很惭愧 那你要练习 你要一直练习 最后把它断除掉 不是说 只要八灾日 其他我可以乱来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因为你还是在家人嘛 但是佛陀就希望哪一天 我们要全断淫欲 那你才可以解脱生死吧 所以现在你不得不应付你先生 应付你太太 你要有惭愧心 念到雾毛你被灭红啊 没办法嘛 但是不能有那种 你要有一种爱然享受心 那就不好了 对你自己修行没帮助 来自第八 过五不时 离非迟迟 由始深口意 三叶到清静 成为初离世间 这个初四不是离开世间 是不被世间污染 就像各位 现在我们就在世间 首包玩再见 晚上晚餐好不好吃 好啊 但是今天不吃 对不被世间污染 也练习这种心态 那就如莲花一样 那将来就可以出离轮回 往生净土 解脱生死的根本 如等金泽一一五分之一 我能如法并受佛 我能如法受持 我问这边 比较大声的 我能如法受持 希望做到啊 我久久回来一次啊 我现在越来越会看了 怎么会这样啊 我不知道这个 我只好看摄影机就好了 因为人一定要改变啊 要改变 要进步啊 身体可以老啊 但心要永远进步啊 对世界众生的关怀要大 那不能说 在我的范围 十年前问我那个问题 十年后还是 师父我儿子怎么办 我说你儿子都大了 你还问我儿子 每天都问同一个问题 那代表自己的盘旋 在那个漩涡里面 跳不出来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炳云医师 武汉肺炎是透过飞沫及接触传染 配戴口罩能够有效降低传染风险 更是保护自己及家人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在出入医疗院所时 请国人务必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 请全程配戴口罩避免飞沫传染 第二 使用过的口罩请妥善丢弃不造成环境污染 另外提醒大家 出入医疗院所时 随时保持双手清洁 并避免用双手触摸 眼睛、鼻子、嘴巴 保护自己 不让病毒上升 防疫不松懈 请确实佩戴口罩 降低传染风险 守护社区防疫安全 帮助别人坏人坏人坏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是想说结合我们这一群 比较偏向喜欢来台东的这些菩萨们 再一次来拜访台东 那也希望说在这个地方 跟更多的众生结更多的善业 所以我们才特别再邀请战元法师也一起来 去做一些善行善业 谢谢大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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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鸣鸣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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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裡按 你按 看你要 按這裡 按 那這一次我們就是請這個前村長 我們再去聯繫我們 還有很熱心的開車帶我們上去 我們才得以再去見這個老人家一趟 阿彌陀佛 一些東西可以 好不好 好好 來幫你拿進來 自己還能煮嗎 還不錯 還要吃 只有哪一個 對啊 上菜 你今年幾歲 幾歲 79歲 79 那我覺得 真的咧她生活 沒水沒電 但是她依然就是很自在的在生活 那我想這一次我最主要是 想去瞭解她說 她到底比較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 我們可以去做什麼樣的關懷 然後再進一步的 希望說我們可以提供她什麼樣的幫助 她很有力耶 對啊 我們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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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謝謝 阿彌陀佛 下次再見囉 好 拜拜 我講說要持非利益重生 就是最苦的重生就是我們需要幫忙的重生 也希望大家能夠達到 不是錦唱天花 而是什麼 雪中送炭 所以不斷了 不間斷了 能夠用一些時間 把我們福報 供養他們 最苦的地方就是我們要來的一個對象 所以還是讓老人家要關懷 小孩子要照顧 小孩子要照顧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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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別人那麼幸福 很幸福啦 所以不要跟別人比 跟自己比 要每天跟自己比賽 每天要進步一點點 所以要把快樂帶給別人 快樂帶給別人之後 以後你才會快樂 如果你沒有把快樂帶給別人 你永遠都沒有辦法產生快樂 我們去關懷了一個海山市的福育院 那福育院的孩子們 大部分都是因為一些弱勢家庭 那他們的助詞 少鴻法師非常慈悲 他在十年前成立這個福育院的時候 就接收了很多孩子 目前有四十幾個孩子 都交易得非常好 我們也很歡喜要去跟他們結緣 這些孩子 他跟一般的社會小孩子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其實這些孩子都非常的敏感 然後也非常的容易受傷 也正因為如此 他們其實是比一般正常家庭的孩子 是更需要愛 然後也更需要包容的 所以其實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在跟孩子做一個情感依附關係的建立 小鴻找那種名義 其實在創辦這個機構的時候 他給了非常多的支持 他也給了很多溫暖 所以我們孩子是在這邊有得到滿滿的關愛的 都會跟學校的老師或同學說 我們就是一個三代同堂 甚至四代同堂的一個大家庭 就是我們的受騰長老 你可以像是我們的奶奶 或是阿祖 他們其實通常是用這樣方式 介紹我們的師父們 然後我們這邊的社工保育老師 就很像是他們的爸爸媽媽 然後其實比較年紀輕的老師 就很像是各個姐姐 所以我們其實孩子們 其實對於家人是非常非常有向心理的 像是母親節或父親節的時候 這些孩子他就會把我們當成是父母親一樣 寫卡片給我們 或是送我們很多他親手做的一些東西 其實就是應該說這就是我們 其實會覺得很感動 然後也會覺得是得到一個很好的回饋 因為孩子會長大 如果你能夠持續幾個月來看看他們 給他們一些 不是不一定是物資上的 但是給他們一些關心 跟一些互動 他們其實是會很開心的 這中間也會培養我們一些義工 他更發起這個慈悲心 更發起想要做好事 想要做好人的一些心情 所以希望大家 給了以後更積極的 能夠參與這種活動 希望幫助這個社會 需要幫忙照顧人的小孩 來找人都是我們努力的對象 來 來 你風流 誰活流 無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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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招 海招 萬他海浪盡逃 我以後來逍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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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直很希望 我们佛教的一些慈悲使者 或是一些更多的一些精神 能够都落实在这个慈慈事业当中 所以当然是非常希望 有更多的佛教团体 能够去协助共襄圣举 然后去协助这些落实的儿哨 然后也把我们这个种福田的精神 能够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跟做一个呈阳 也算是去种一个菩提种子 种一个善业 以后呢 我们希望我们海涛慈悲基金会 可以在我们台东落地生根 能够在这边有一个中心 也有一个在这里帮助众生的地方 我们这些义工 让他们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小孙子 或是自己的家庭的儿女一样 照顾他们 希望他们把这个爱传播给他们 把这个佛陀的慈悲 下车到这些小孩子 然后最后这些小孩子长大之后 他们开始就是有这个善心 开始在光徘这个社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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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我还要忙耶 你比我还要忙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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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变事态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救度一切生命 是终生命 哭得了 落实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毒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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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